杨阳王楚然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人要被这样去黑呢 大家好 我是阿珍 今儿还好吗 8月2号 我也不知道杨阳和王楚然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人 现在全网群巢的形势就停不下来了 而且这背后我总觉得有不寻常的力量在推动这件事情 我没有证据 我只是说我的感觉 之前是杨阳一个月的时间不停的保这各种各样的黑料 从身高到睡姿 到演技油腻到摸下巴到歪脑袋 各种各样的不停的出热搜 热搜上就一直在挂着不停 一天甚至好几条 然后各路的自媒体营销号 做洋洋的视频剪切的内容非常的有流量 然后做我的人间烟火的剪切版的各种各样的 大家来找茬这种视频也非常的有流量 平台大量的给推 我去看了很多这样的账号的视频 几十万赞几万的评论 常事常见 但是你如果就比如说 我说我要给烟火举说句公道话 都已经被点到几万赞 他都上不了热搜 他都不可能被官方推广 更有甚者前两天 前天我发了一个已经被黑到不可思议 他们两个人 结果在某平台上直接告诉我需要优化 就不能被推荐 就只有订阅的粉丝可见 申诉告诉你没有结果 然后在另外一个平台 是有人跟我说你点了赞 第二天又消失了 再点又消失了 再点又消失了 所以平时类似这样的帖子 可能你会有上万载 现在可能就两三千载 然后还涨不动了 所以我总觉得很有意思 好像是整个的舆论环境都在期待着这种事情的发生 先是洋洋 各种各样的黑料停不下来 接下来现在轮到王处然了 王处然一天你都不用去看 你都不用去专门找这个信息 你就自己再刷 推荐里头就连续可能七八十来条都是这样的黑料 各种各样什么耍大牌了 什么翻白眼了 什么霸凌素人了 什么跟导演合作有这个那个的了 姑且不论这些事情是真是假 这么集中的爆发出来 然后被大量的推 而且很多朋友根本就不关心这个事 跟我评论里都说 跟我私信说 我看着别的突然这个就推出来了 这俩人是谁 出了什么事情了 怎么这么大规模的都在说他们的负面 这就是平台给你推的内容 就是想让这个内容热起来 所以你刷正常刷 平时你可能 我有一个朋友说 我家正在装修 我天天翻看的都是装修的内容 我每天翻的都是装修内容 结果今天翻着装修内容 翻着翻着突然就是王处然和洋洋的这种黑料 就负面消息就来了 真的是不明白 他们两个到底是得罪了多少人 结果搞成现在这个样子 刚才我的朋友还说 真的受不了了 平时我都不关心这个事情 怎么他们好像占据了所有的网络资源一样 这个事肯定 我觉得跟洋洋王处然没有关系 他们两个不可能运作自己 为了黑红运作自己 这些事情 一定是有人在运作这件事情 不但是有热度 而且不停的在更新出东西来 一天几十条各种各样的黑料 你之前可能走路踩死了个蚂蚁 后来恨不得跟你说你这个人从小残忍 反正就类似这种的黑料 层出不久 关键其实这种东西 因为有热度 它才会层出不久 有热度 你发这个东西会被推荐 发这个东西会有人点赞 会有人评论 会有人到处给你转发 这个才是关键 各路的营销上看到这个东西 它有热度 它就会不停的发 发了之后会被推荐 发了之后会有人看 有流量 你比如说我替他们说两句话 我就不会被推荐 我就没流量 我甚至这个帖子直接出来 就没消息了 然后还有朋友就说 怎么办 你帮他说说话 我说我能说的都已经说了 我说的嗓子都哑了 但是说了不被看见 我又能有什么办法 唯一的办法 还是我之前说的 这个事情得王处然和杨阳背后的 你自己的团队 你自己的公司 剧组的背后的制作方 你们来出面 拿起法律的武器 对这些明显造谣的这些博主的视频 直接固定证据 起诉几个律师函发过去 像这种剪切内容博眼球的视频 90%以上都能明确的定义成造谣 违法 直接律师函发过去 告诉他起诉书 一周之内就到 你看他删帖道歉 有几个出头鸟被针对了之后 后面的这些跟风的这些小博主们 他马上就会收敛 所以这个东西你靠路人 你靠其他人来做这个事情是不现实的 只有他们背后的官方 像工作室 像公司 像电视剧制作方去弄 你靠我们是没有希望的 还有朋友问 这场运动式的网报什么时候会结束 我觉得会结束的 因为总会有 总会有其他的新闻出来 继续霸占热搜 不可能一直是他们俩 但是他俩的这件事情 已经确实持续很长时间了 一个月都超过一个月了 相当不可思议 从一部电视剧上升到演员本身 从原著上升到演员本身 然后从演员的各种各样 以前细微的动作 简切住了各种各样的内容 上升到演员本身 目的就是冲着演员去的 要毁掉他资源 毁掉他后面带拍的剧 我还看到一个说是 往往处然的带播剧 好几十个剧出来的名单 其实我一看评论里都说 那里面至少有一大半都是假的 就这样的还得到了推荐 还几万点赞 现在就是这么个情况 你说这个事情它是自然发生的 我不信 我真的不信 好 谢谢大家 点赞评论加关注